接下来介绍一个drop-down menu,下拉式的选单 方法就是用select去做 另外加一个文字方法,type text 名字叫title,value先放入ms 这个read only,就是唯读,不可以改 当我user选择选单任何一项的时候 这个文字方法就会转 于是我要先select给它名字,name就是mstatus 就是这个选单 有两个option,一个未分,一个二分 有10个选择,有10个option 另外有一个value,s,m 也可以是数字 当你选择了某一项的时候,可以收到value 最重要的JavaScript on change,当你转了任何一项的时候 就会call这个update去做事 update是怎样写法呢? 用script包住,因为是JavaScript 名字叫update 如果document.or.mstatus 就是上面这个 .selectedIndex 就是它选择的是哪一个 选择第一个是0,选择第二个是1 由0开始的,所以选择第三个index就是2 当你选择了0的话,即选择未分 就会做上面这句 document.or.title 就是这个文字方法 .value 就变成ms 否则就是mrs 你的网页写法就是这样 有个select包着两个option 有个名字叫mstatus 按change转的时候就会callupdate update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script 如果document.or.mstatus 那个index选择了0,即第一个的话 那就ms 试试走一次 选择single,ms 选择第二个,mrs 选择第一个,ms